嘲嘲就这么一块冻干生骨肉的鲜花饼 把我们家小猫咪馋的呀 感觉真快馋哭了 黑木的一口全部塞进嘴巴里 一口酥脆满口滑腔 如果说你家猫咪也有口臭的话 真的可以试一试 这款鲜花饼冻干生骨肉 不仅可以清洁口臭 还可以磨牙剑齿 这念头你要想拿捏一个人还是挺难的 但是你要想拿捏一只猫 就给它来一块 再给冻干生骨肉 我估计再高冷的猫看到这东西 也会让你拿捏得富富贴贴的 就拿我们家这只鲜花猫来说吧 平时特别的高冷 性格也是比较独立 没有从猫那么的粘人 主打一个皮尺好养过 养了一年多了 也下了五个仔 尤其这些小猫崽子已经快三个多月了 平时都得跟着猫妈混吃混喝 而且还经常从猫妈嘴里面抢食物吃 如果说只是个猫爸来抢食物的话 估计早就挨打了 能从他嘴里面抢到食物 估计也只有这群小猫崽子了 所以说母爱都是伟大的 我估计猫妈吃吃个心里也比较纠结 是自己吃的还是给孩子吃呢 不过还好 他目前从来不和小猫崽子抢食物吃 包装和尚 这句话真的是特别有意思 对我而言 你是举世无双的 而对你而言 我是独一无二的 这句话 真的是完美解释了产子观和猫咪之间的关系 对于每一位产子观来说吧 不管是猫咪还是小狗 养了时间久了 真的就像自己的孩子和家人一样 彼此的陪伴 彼此的唯一 在他们的短短的一程中 我们能做的 只有对他们更好一点 就像这群小猫崽子一样 说不定哪天就全部送走了 以后觉得想见也是很难的 或者说我们家这只小猫崽子 吃得多凶 旁边两只猫 眼睛都是直勾勾的看着 其实猫妈还是挺有爱的 视频中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其实猫妈真的是特别特别想吃 可想而知 这个鲜花饼的松骨肉 到底有多香吧 但是一群小猫崽子围着他 他怎么好意思呢 最近内心真的是很纠结 所以说母爱都是伟大的 不仅仅是猫 好了 感谢视频就到这里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帮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